原标题 淮海大战 素语六条洲事件 首战黄百涛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最重要一次决战 意义深运 因为在此战中 全歼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部队 包括嫡系部队中的骨干 比如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和邱清泉的第二兵团 都在此战全军覆没 但在这次战斗中处司令 六条洲事件也成为传为佳话 首先一战就是拿黄百涛开刀 一条 洲之间战斗一打下宿司令 把决定吃掉最强的黄百涛兵团 了解历史朋友都知道 黄百涛是国军有名汉将 曾多次与华姐交手都是胜多败少 这一次 宿司令把第一目标就锁定黄百涛 于是 他急令周治监率十三纵队 快速向宿阳山 朝八级攻击前进 准备维艰黄百涛和第七兵团 并且对周治监说 你们十三纵将要像一把钢刀一样 拦截切断黄百涛 领民兵团的联系 二条 周治监当淮海战役打赏不久后 张克霞与和鸡风战场集议 其实这两位早就是我 党地下党员 这次他们起义对维艰黄百涛 做出重大贡献 本来黄百涛要向西撤退 没有想到张克霞与和鸡风起义了 于是被包在碾桩一袋 这时 华姐四 六 八 九 十三纵 发动维艰黄百涛 就在此时 蒋介石集到李延延兵团 刘鲁明兵团增援黄百涛 面对此情况 素玉又急令周治监 撤出战斗 阻击李 有两兵团援军 三条周治监 当周治监急行军 阻击了李 有两兵团时 传来好消息 第七兵团全军覆黄百涛 拔枪自杀 李 有两人就撤走 刚得到休整周治监 又接了素玉军令 让他持援中原野战军 因为此时 中原野战军 把黄围兵团包围于双堆集 而蒋又让李延年 刘鲁明 刘鲁明就黄围兵团 此次素玉 还是让周治监 追击里 刘兵团 从而减少中原野战军压力 四条周治监 当黄围兵团包围后 蒋介石非常着急 又让杜鲁明 营救黄围兵团 然后一起难撤 但是素玉 怎么可能让黄围兵团 会秋青泉兵团会合 于是 又几条周治监 追监杜鱼明等人 最终 与兄弟部队 把他们包围于永城城 官庄一带 五条周治监 第二日 素玉让周治监 龟中野指挥 一起参加 维尖黄围兵团作战 当时周治监龟三宗司令员陈兴连指挥 两人在红军期就是老战友 这一次合作他们合间黄围兵团 随后 十三宗发起对黄围兵团攻击 三天击站下来 让十三宗伤亡很大 但是 十三宗兄弟们并没有后退一步 最终占领双队级的核心阵地了 主要是大炮可以打到黄围兵团防守地域中的任何一个部位 六条州之间不久 素玉六条州之间 龟南攻击集团 由华野参谋长陈氏局指挥 彻底解决黄围兵团 对双堆集发起最后的总攻 十三宗与华野七宗 并肩向双堆集组阵地发起攻击 锋芒所指 黄围兵团全线动摇 战士们勇往直前 猛打猛冲 敌人见势不妙 立即逃窜 这一战包括黄围 敌军十八军军战杨伯涛都被俘虏 围歼黄围兵团就此结束 随后 周志坚和十三宗 前往河南永城县内休整 1949年1月10日 布玉明集团被全歼 淮海战役结束 在整个淮海战役 夙遇六六条州之间 也成为军中佳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